哈里斯与特朗普将会在当地十日晚举行总统候选人辩论 据悉双方四日已就辩论规则达成一致 均同意辩论期间双方的麦克风将在不发言时静音 特朗普四日晚接受福克斯新闻市政厅活动采访时表示 9月10日的总统辩论并不公平 并指责辩论主办方ABC新闻不诚实 特朗普还表示哈里斯可能会事先获得辩论问题 ABC新闻则回应称 不会向候选人或竞选团队提供任何问题 而哈里斯在当地时间5日乘坐专机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皮兹堡 据悉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州暂时没有安排公开活动 但预计他会私下与议员及选民会面 同时继续为即将揭幕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做准备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电视辩论将会持续90分钟 采取闭门模式 而对于之前争论不下的避卖规则 哈里斯最终也是同意了 就是在对方发言时把麦克风禁音 哈里斯为什么之前不同意呢 双方的首场电视辩论您认为还有哪些看点 我觉得为怎么样避卖还是开卖的问题争了很久 这表明这场选举它实际上是非常无聊的一次选举 当这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就是说这个避卖规则本来是为了制约特朗普的 对吧 是把他强化 特意针对他制定了这么一规则 那么现在哈里斯要来跟他进行辩论的时候 他来对这个提出挑战 其实他是在测试特朗普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心理战 最后就是好像感觉说 OK 那个双方都接受了一个公同的规则 这个这一次 这个敲锋会有一个有趣的看点 虽然说哈里斯是现任副总统 特朗普是前任总统 但是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同框过 他们没有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两个人没有握过手 没有讲过话 甚至没有过一个制议 就是这两个人是没有交集的 没有交集的 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碰面 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遭遇战 当然从辩论本身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期待 因为毕竟 第一 特朗普是大家的老熟人 他讲什么的话 大家都知道 第二 这个哈里斯尽管不像那么出名 但作为副总统三年多 尤其最近这个密集的活动 大家对他也比较熟悉了 这场辩论引发的关注 我认为会比627 这个当时拜登和特朗普的辩论 观众会多 但也不会多过2016年 2020年那样的辩论 这个总体来说 这个人数会比较少 而且规则比较多 这个也没有听众 双方的情绪也不会太高 但是我倒注意到一点 特朗普9月5号 刚刚在纽约经济俱乐部 一个很严肃的地方 做了一场一个半小时的演讲 就经济能源这些话题 对整个经济政策 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 在我自己观察来看 是最详细的一次一个演讲 其中还专门提到 要成立一个美国政府效率有缘会 在他如果当政的话 就是指出了美国现在 这个效率低下的这么一个核心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预言 我觉得特朗普会比以往 更认真的看待这一次的辩论 因为之前他觉得拜登 这么一个不算对手的人 是吧 我随便 我们也聊过对话题 他随便绕一绕 就把拜登就绕不会了 就绕晕了 那么哈里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现在我接触到的美国一些共和党人 他们实际上内心有一种焦虑 觉得特朗普对付哈里斯还是有困难 刚刚您也提到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首场电视辩论 更是他们的首次正面对决 您认为两人的首场电视辩论 对于美国大选的走向 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大选的走向我们看到已经变了 6月27号之前 就是首场辩论之前 应该说特朗普已经形成了 相对于拜登而言的虽不显著 但是非常稳定的优势 我这个表达的非常严格 就虽不显著 但是非常稳定 也就是说这个优势已经是比较 已经锚定了 已经锚定了一个优势 这也是造成为什么民主党要痛下决心 来换这个候选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说用拜登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影响了 那么所以要换7月21号下午的时候 是吧 那个换了哈里斯 换了哈里斯 成为民主党方面提名人之后 他的民调已经 在目前来看 已经扭转了 这个拜登那个时候的颓势 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优势 虽然这个优势不足以让我们判断 他能够赢下这场选举 但他已经形成了优势 所以现在的情况下 今年的选举 是什么结果 还是一个很难预料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现在哈里斯他是往上走 拜登 这个特朗普是在为止 所以这样一个局面下呢 也许我们可以更看好一点点哈里斯 这个当然这不是定论 不是定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种紧平衡的情况下 这两个提名人 他们的之间的辩论 还是会比较重要的 谁表现的口才好一点 我觉得现在美国民众的要求不高 谁能把话说清楚 谁就是赢的一方 另外呢 关注俄罗斯方面 普京呢 是在5号表示 俄方曾经是希望拜登辩认的 但是既然拜登已经退选 那么俄方也将支持哈里斯 特朗普同日呢 是表示 他并不清楚普京此番表态的真实含义 所以您认为 普京的真正含义会是什么呢 因为美方一直在说普京是在支持特朗普的 而且美国媒体中很多报道 就是说俄罗斯在美国有很多舆论的这种操动 舆论操动来支持特朗普当选 甚至FBI还抓了一些人 说这些人有阻止 有计划的在操动舆论 但是这个普京现在就说 我没有啊 你看我支持哈里斯 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个讽刺 在美国 你如果生活在美国的语境中 你会很清楚 他这就是一个讽刺 意思是你看我没有支持特朗普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特朗普胜下这场 赢下这场选举的话 最大的受益人不是美国人 是普京 现在最盼着特朗普能赢下这场大选的 就是普京 他认为特朗普上任 能够帮助俄罗斯摆脱 目前与乌克兰与欧洲的冲突 而且从特朗普的种种的公开言论来看的话 他确实会这么做 所以现在要说这个世界上有谁最焦虑 对这场选举最焦虑 我觉得普京是No.1 然后当然就是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了 他们也很焦虑 到底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